在这之前我们教一个非常简单的舞蹈 就是好像不是这个响是吧 可以啊 看不到我来 可以啊可以了 在加拿大呢 在10月份有一个非常popular的节日 叫Octoberfest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经常参加 我相信呢肯定有的朋友呢会参加 有的朋友不参加呢 也是可以在室外经常看到有一些聚会啊 有一些搭起了露天的舞台啊 在演唱会啊什么的 然后基本上10月份的这个Octoberfest 是原来德国人的节日 然后他们的主要的庆祝就是喝啤酒 他们拿大杯喝啤酒 然后就跳舞 那跳舞呢就是大家一起跳的 即兴呢就是叫波尔卡 然后我们今天学呢就是学一个很小的一个波尔卡的舞蹈 希望大家呢就是参加这种聚会的时候 当然不是今年啊 以后有参加这种聚会的话 你就会发现 诶我也会跳这个舞蹈 这个波尔卡呢它是24拍的 就是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两拍的音乐 这样一般20拍的音乐呢它比较快 然后它数拍呢就这样数 就是一打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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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的快的数字 它也是三步的 然后我们要三步走的话 就是一步 往前往后往旁边都没关系 就是一步右脚 然后呢 左脚跌下 一打打二打打三打四打打 然后你也可以走 比如说走成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四打打五打打六打打 也可以 然后你也可以跳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四打打也可以 那这是它的基本步子 那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舞蹈呢 是这样 叫Hioto Boga 是脚跟脚尖Boga 那么它就要用的是脚跟和脚尖 是吧 然后我们先学这个脚跟脚尖 然后拿你的 这是你的右脚 这是你的右脚 如果我做镜面 就是脚跟 然后脚尖 然后三步 倒打打打 然后右脚 左脚 脚跟 脚尖 擦打打打 脚跟 脚尖 搭搭搭 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后现在稍微做一点转方向 就是把这个脚跟脚尖要动的 往那个观众方向 就是脚跟就是往你的方向脚尖 脚尖然后三步的时候呢 转向 搭搭搭 然后我们就这个脚开始 是 腳跟腳尖叭唄喇叭 腳跟腳尖叭唄搭 腳跟腳尖叭唄喇叭 好他這個舞蹈呢 就换来换去就这么写步子 然后中间呢有一些三步 三步就是 一打打 二打打 三打打 四打打 五打打 六打打 七打打 八打打 然后又来了 脚跟脚尖打打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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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打打 二打打 就是八个 那我们现在八个怎么做呢 很随意的嘛 因为这个舞蹈呢是 可以有partner跳 就是可以两个人带舞伴 也可以呢 一个男士带两个女士 也可以呢一帮人带 然后大家呢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舞厅里面呢 就是大家转 这样跳 你可以 地方大就是这样跳 然后沿着逆时针方向 就这样跳 大家都排着队 这样跳 然后你可以是 如果一个男士带两个女士的话 两个女士一边一个 如果一男一女的话呢 那么男士呢是在左边 女士呢是在右边 所以我们下面呢 因为我们没有舞伴嘛 我们现在就这样跳 就是这个八步呢 我们先就这样不动 就这样八步 然后我们觉得习惯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转圈 比如说一个方向转向 两个方向 M第三个方向 M第四个方向 到这 然后右脚跟脚尖 打打打打就可以了 OK 这个我们如果我们这样走的话 就是先从这正面 一二打打打 然后往右转 一打打 二打打 然后往右转 一打打 二打打 然后我们是又对着正面了嘛 脚跟脚尖转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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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正 然后再来重复 这是第一遍跳 然后后面呢 我们在实际当中呢 大家跳的时候也很自由的 然后这个是最基本的 你也可以这样跳 也可以就是我们要是跳弦 你就这样往前走 你去楼上也可以 去厨房也可以 巴搭搭必须回来 OK 转了一圈又巴搭搭必须回来 脚跟脚尖 脚跟脚尖 好我们来试一下吧 我现在背对你们 大家都从右脚开始 然后我们观众是在这里 观众是在 在我这边 然后你们就对着 屏幕就跟我一样 同一个脚跳 我们就两种方法换着跳 就是原地 先是原地往右转 90度 右转90度 一哒哒二哒哒 三哒哒四哒哒 五哒哒六哒哒 七哒哒八哒哒 然后再来 这个波卡的舞曲呢 是非常非常欢快的 你可以想象他们德国人喝了点啤酒以后 就去跳舞 就是这个样子 好从三步开始 开始了 我说它这么快的 我说它是要 不认识 如果我认阅 我想象得 它是四哒哒 你 你搞得 不能再来 你 很久不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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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屏幕前 如果大家旁边有舞伴在家里的话 可以把你的舞伴请出来 我现在再讲一个就是双人反的 更popular 去把舞伴找来 然后呢 如果你是跳女士的话呢 你就在 你就在右边 是吧 然后男士呢 是在左边 男士的左边呢 把你的右手 放到女士的肩膀上 然后呢 把你的左手 拉着女士的右 左手 左手对左手 右手对右手 左手在胸前 右手在女士的肩膀上 这样哦 然后如果女士呢 你就左手拉着男士的左手 大概在这个方向 然后呢 右手呢 拉着男士的右手 在肩膀上 这个男士的右手 从肩膀就到这 是吧 然后你就这样拉着 如果你是女士就这样的 如果你的男士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呢 从两个 大家呢 全部都是右脚开始 全部都是右脚开始 如果我现在是男士的话 右脚开始 一打打 二打打 三打打 四打打 五打打 六打打 七打打 八打打 我们不是说要行进的吗 大家要走 走 一直逆时针方向 一打打 二打打 三打打 四打打 然后呢 走到八打打以后 然后我们给你们看 我的女士女伴在这 然后我们全部用右脚 然后对着外面的观众 就是脚跟脚尖 好看好了 现在 现在我们是右手对右手 左手对左手 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五半的话 就最好了 一脚跟脚尖 转过来 转过来的时候呢 就是男士的左手 在女士的左肩膀上 就是跟刚才刚刚好相反 转过来 转过来以后呢 我们的左脚呢 现在是对着圈圈外面的 就是观众 然后脚跟脚尖 好这两个手 千万不要放手 转过来 又转过来了 好 女士一块转 脚跟脚尖 转一半圈 脚跟脚尖 转半圈 脚跟脚尖 转半圈 脚跟脚尖 转半圈 如果你有五半的话 随便家里有孩子 拉一个孩子过来 然后就右脚开始走了 然后我们就走 一打打 二打打 三打打 四打打 五打打 六打打 七打打 八打打 我们今天呢就回到原地 因为我们地方本来也不大嘛 然后就脚跟脚尖 打打打 脚跟脚尖 打打打 脚跟脚尖 打打打 脚跟脚尖 打打 走啊 一打打 二打打 三打打 四打打 五打打 六打打 七打打 八打打 脚跟脚尖 打打打 好吧 我们会了啊 很简单的一个舞蹈 然后呢 还有个挑战呢 就是说 一般的这种舞蹈跳的时候呢 是非常欢快的 然后大家喝完酒了 然后把场上所有的人都叫起来 不管会还是不会 不会的嘛 学一会儿就会了 然后呢 就是大家拿了那个大啤酒杯 比这个杯的还要大的那个啤酒杯 在那 在那 大家欢呼啊 喝酒 然后音乐呢 上面是一般来说都是 而来乐队的 就是乐队 那乐队上面呢 是以那个手风琴为主 然后他们那个乐队的人呢 一般也会 也会参加那个狂欢嘛 然后他们会 这个舞蹈呢 他们会加速 然后呢 你呢 一定要跟上他的步子加速 然后我现在就放一个加速的舞区 然后我们跳了 越跳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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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先来试一下 我现在就是 我现在就是从这儿开始吧 我做男士从这儿开始吧 然后我们转圈 我们从这儿开始 你们可以跟我同一个方向 这样就比较容易写 这个加速的 准备 好 开始了 脚跟脚尖转半圈 脚跟脚尖转半圈 走了 来吧 再開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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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聖節的那個服裝 反正如果家裡有的話 戴上什麼面具 弄了什麼假髮 什麼如果臉上塗點什麼東西 然後如果是我們那個中心 中心的那個組織者如果錄下來 我們可以網上放訪 Anyway, Costume welcome on that day. 稍微簡單的複習一下我們的 You raise me up 看看我們的目標 今天是要把所有的舞蹈都能掃到 今天就複習一遍 左腳開始 提一 二 三 二 二 三 三 二 三 四 二 三 五 二 三 六 三 七 二 三 三 八 二 三 一 一 二 三 二 三 三 二 三 四 三 五 二 三 六 三 七 三 八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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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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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八 八 八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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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過去,二,恰恰恰,旁邊,一,二,恰恰恰,一,二,恰恰恰,音樂 轉過去,二,恰恰,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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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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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